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中综合报道 三中全会前中共五常委接见警察 被指气氛紧张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将召开 北京气氛日趋紧张 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带多名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共警察代表 分析指示超规格凸显习对形势的担忧 中共党媒新华社消息 5月28日下午 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等人 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了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代表 与会的中共高层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中组部部长李干杰 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和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 陈文青在29日上午举行的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声称 全国公安要以习思想为指导、保安全、互稳定等等 翻查过往的官方信息 2019年5月 习近平曾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讲话 当时只有王沪宁、韩正两名政治局常委参加 中共前官员杜文5月30日 在X平台发文表示 今年的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习近平并未亲自出席 但是习28日以远超以往的高规格 率绝大多数政治局常委 在北京大会堂接见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代表 习的担忧和重视程度可谓异于言表 杜文说 三中全会临近 维稳压力巨大 社会稳定形势引人关注 接下来 各省将进入三中全会安保期 这无疑是一次习近平亲自上阵的全景动员大会 从事历史研究的崔松 在X平台评论说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在中央全会前亲自部署全会的维稳工作 而且还公开报道出来 恐怕是空前绝后 是给公安系统打气 还是担心有人借机闹事 还是担心三中全会不能遂心如意 说明习近平的三中全会的核心目的 还是巩固个人权力 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后 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 习家军全面上位 但官场清洗仍然持续 除了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内的大批高官被免职外 近期前司法部长唐一军 司法部前副部长刘志强 北京市副市长高鹏 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等相继落马 此外 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白天辉 被只有重大立功表现 但28日被天津第二中院判处死刑 中共贵州前省委书记孙志刚 已被起诉 贵州省委5月20日表态 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杜文认为 北京当局在三中全会前家大官场清洗 意在压制党内异动 孙志刚的落马显然涉及政治清洗 他落马与对习近平不忠诚 有直接关系 楚里孙 对党内大佬来说 可谓杀鸡儆猴 目前的党内氛围已经浸若寒蝉 下面请听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徐一扬报道 专家 华融白天辉供出曾庆红 也未豁免死罪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前 总经理白天辉日前被中共当局判处死刑 白天辉与华融公司前董事长赖小明 关系密切 赖小明于2021年1月被判死刑 并在宣判后24天被处决 白天辉是否也会不赖小明后尘 被中共紧急处决 5月28日 天津市第二中院一审公开宣判 白天辉被以收回罪判处死刑 并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指控 白天辉在2014年至2018年间 利用其担任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三部负责人 总经理 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华融国际资本运营总监 总经理助理 董事 副总经理 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财务 共计折合人民币11.08亿余元 法院认为 白天辉的罪行极其严重 尽管他揭露他人重大犯罪行为 并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 军经查证属实 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但综合其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等 仍然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白天辉与前老板赖小民 关系密切 白天辉与华融公司前董事长赖小民 关系密切 中共官方称 白天辉是赖小民诸多违法行为的重要帮手 此次白天辉一审被判死刑 被视为是赖小民案的延续 2018年4月 赖小民被查 同年6月5日 白天辉被查 据公开资料显示 白天辉出生于1979年 在被查时 已有超过15年的金融和证券行业工作经验 在此之前 白天辉还担任过华融旗下 二级和三级子公司的一些高管职务 2021年1月5日 赖小民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他被控非法收受 索取财物 共计人民币17.88亿元 创下中共建政以来当局公开承认的金融贪腐记录 同年1月21日 该案二审宣判 维持死刑判决 8天后 赖小民被执行死刑 从判决到执行 间隔仅24天 2021年1月 在中共中纪委官网发布的所谓的反腐专题片国家监察中 白天辉曾出镜并发言揭露赖小民 白天辉称 有很多项目都是赖小民直接交代的 都是他的朋友的 有些时候 未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 把一些从市场角度考察的很多因素核点 要么是忽略了 要么是给美化了 财新网日前发文称 在赖小民案发前几年 华融国际在香港迷恋炒鲜谷 等所谓资本市场运作 白天辉是主要操盘手 背后涉及严重的利益输送 白天辉等人从中牟利不菲 文章称 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 曾在2017年5月 发布一份港股市场中疑似老千股名单 这些股票的特征包括 资本运作频繁 股价长期低于1港元 跌幅深 市值小 基本面差 频繁更名等 常见的操作 有高位抛售获利 低位配股融资 从而贪博股份 华融染指的诸多机构 都在榜单上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 日前在社交媒体 平台X发文表示 赖小民的靠山 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曾庆红的家族 曾庆红的胞弟 曾庆怀之女 曾宝宝的诸多获利项目 都是华融输送 白天辉的主要罪证 也是其在香港担任 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三部负责人 等职务期间 将华融名下 大量优质资产 低价转给 曾宝宝的地产集团花样年 蔡慎坤表示 赖小民 白天辉 以为供出增加 有重大立功表现 可以免于一死 没想到死得更快 赖小民与花样年的交集 赖小民落马后 中共官媒报道 借业内人士谈话称 赖小民贪污腐败 其实还涉及另一个问题 谁是他的保护伞 2018年 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称 调查赖小民案件的核心 是与华融有着铁三角关系的 两家公司 宁夏天元猛业集团 和中国港桥控股公司 在天元系和中国港桥 担任高层的刘廷安 不仅是赖小民的江西老乡 还是同校同级的校友 赖小民落马后 中国港桥董事会主席兼 行政总裁刘廷安 也一同被带走调查 中国港桥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 前身是智卓国际 此前主营硬盘业务 后逐渐转型为金融投资公司 并更名为中国港桥 2016年下半年 由宁夏天元猛业全资拥有的 中国天元猛业成为智卓国际的股东 智卓国际主要生产 并出口印刷线路板 旗下有多个子公司 最主要的一家 是智卓飞高线路板有限公司 2012年11月 智卓国际将智卓飞高70%股权 深圳城两块土地 及其上的公司大楼 出让给两个买家 其中最大买家 是花样年集团旗下的深圳花样年 赖小明落马后 2018年8月 花样年未经公告 就将智卓飞高的股权 转让给一家 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乐星咨询 乐星咨询于2018年6月初成立 也就是说 这家公司是在收购智卓飞高前 才刚刚成立 习近平杀意警百 赖小明被斩立决 在一审判决前 赖小明对国家监察创作组 有求必应 交代了自己在北京某小区 专门置办了一处住宅 内设多个保险箱 用于藏匿赃款 他要求行贿者 只用现金交付 以免暴露 拿到钱后 他在亲自开车送至该处 途中还会多次绕路 以防被跟踪 他和一些关系密切的知情人 将这处住宅称为超市 然而 尽管如此 赖小明依然被匆匆处决 中共官方媒体称 习近平对赖小明做出展立决的决定 是出于对金融风险的考量 赖小明于2021年1月29日被执行死刑 同日 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发表时评文章 将赖小明的伏法提升到习近平当局重点强调的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政治高度 文章声称 赖小明所设的是中共建政以来是按金额最大的受惠案件 文章将金融称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实体经济的命脉 称金融领域的腐败具有极大危害性 而赖小明暗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典型案例 赖小明为交代其上级 知情者皆内幕 中共司法部门在依审判决时提到赖小明有重大立功表现时称赖小明提供下属人员重大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 也就是说赖小明并没举报他的上级 旅美时政分析人士李燕明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这句话已经点名赖小明提供的是下属人员的重大犯罪线索 而非上级人员或背后大老虎的重大犯罪线索 换句话说赖小明因不肯供出背后江泽民、曾庆红等大老虎 尽管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 也不能保住性命 近日 一名与中共高层太子党有生意交集的商人吴天明向大纪元透露 曾庆红与江泽民家族及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关系密切 他们是习近平的政敌 江家在海外拥有大量资产 并且完全处于中共系统之外 目前由江绵恒控制 江绵恒还与被习近平当局清洗的火箭军有关系 吴天明说 海外看到一些反习不反共者 实际上都是江曾的势力 目前中共高层内斗已达相当激化的程度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百分之百 韩国优质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